國會改革法案立院朝鮮黨團 5月28號將迎來最終決戰 而在立法院外公民團體 持續號召抗議 甚至開設最想要罷免的立委專區 你最想罷免或開除誰 青鳥行動抗議民眾 藝人兩張貼紙 藍牌立委徐曉星 黃國昌 臉被貼到不能再貼 在濟南路的竹舞台 還有藝人到場聲援 有一些人 你跟媽媽是農會你的溃爛 不用農會你的青春 不用農會你的溃爛 即便前一天卓奎呼籲冷靜 不要在立院聚集 但抗議民眾似乎沒聽進去 說是為了民主 但是能這樣吵嗎 24號禮拜五 抗議進入深夜10點 群眾搖通晃腦搭配DJ音樂 但立院旁邊就是台大兒童醫院 護理師抗議 病童被吵到無法入眠 發文底下還有人開嗆 為了民主忍耐一下還好吧 把法案退回重審不就好了 不過參加抗議的DJ團隊 回應遺憾造成病童不舒服 願意提供永久免費門票給病童 而青鳥行動全台串聯 台中場則有格鬥場面 自成支持副總召的男子 闖入抗議現場開揍兩拳 是民進黨一直拖延表決 巧立銘目標禁另一 還好 大家火氣都很大 TVBS新聞 電視新聞網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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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新聞網APP